我注意到奥斯汀方长 今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的演讲当中 声称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领土 声索方面更具胁迫性和进攻性 台湾海峡风险尤其凸显 他同时还表示 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没有变化 美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散布抹黑中方的虚假信息 只会更加暴露美方挑拨是非的险恶用心 和霸权强权的真实面目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 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别处 而是正来自台独势力顽固推行分裂活动 和美国对此的纵容支持 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从自身承诺不断倒退的是美国 放宽美台官方交往约束 提升对台售武规模和性能的是美国 驻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甚至跳到台前 驻台顾帮的还是美国 美方所作所为 不是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又是什么呢 人呢 问你 了点 儿 啊 感谢观看